在一起三年的男友,被我发现他把我当住家保姆,出轨富婆,拿两头的钱,他妈刁难我,他没偷我东西,我果断分手,送他们家财散尽大礼包,帮我点个赞,倾听我的复仇计划,丸子提醒您,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小刘啊,你看你这的也没脱干净啊,男朋友的妈妈,指着洁白无瑕的地面叨叨,这已经是他弟恩赐责难我了,他一直以来站着说话不腰疼,坐在沙发上指挥着我做这作呢,为了婆媳关系融洽,我很少与他发生冲突,我擦了擦额头的汗,刚想说什么却被打断了。 对了,你房间里面的那一件白色的裙子,小妹前天来的时候挺喜欢的,我就让她拿走了,你应该不会介意吧? 文言,拳头顿时紧了紧,我苦笑着点点头,不介意,以后都是一家人,她口中的小妹指的就是她的女儿,也就是我男友的妹妹,裙子是新的,就连吊牌都没有捡,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好朋友送的。 我怒火中烧,我不能让他们一直这样,我态度强硬了起来,这次还有前几次我不计较,但是阿姨你要知道,未经允许拿别人东西是不礼貌的,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。 我之前已经忍受得够多了,每一次我与她发生矛盾的时候,男朋友就出现了,小刘你就别跟我妈计较嘛,她那么大一个人了,我知道你最懂事了。 邓云一边说着,一边挽着我的胳膊,到沙发坐下,捏捏我的肩膀。 为了我们两个以后的幸福生活,你就忍一忍嘛,就当是为了,我好吗? 她语气轻柔,见她来了,我泪眼婆娑,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,她这么一说,我也不会斤斤计较了。 好了,不生气了,我先去洗个澡,你可别又和我妈吵起来了,说完了之后,她就进了浴室。 我总是又想,还是跟阿姨道个歉吧,以后还是一家人呢,这时茶几上邓云的手机响了,本来想拿给她接电话的。 我突然在上面看到一条消息推送,你的知乎回答已被二点三万人赞同,我鬼使神差地点了,进去,里面的内容让我呆滞在原地,双腿犹如灌满了签。 邓云回答了一个,你的女朋友,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? 这个问题,她的答案是,就是住家保姆呀,她在我家可以干很多活呢? 我妈这个人命本来就苦,我女朋友进来了之后,她就不用再受累了,我女朋友还可以,为我们家节省开销呢? 毕竟住在我们家里,吃喝用度都是她出的,美其名曰让她在我妈面前,留个好印象吧。 我还担心她以后甩了我,所以我在套上偷偷打了几个洞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没有怀上? 可能是她有问题吧,好在我女朋友却不知道,其实我在外面和一个富婆好上了,长得真漂亮,给钱也嘎嘎大方。 如果你们要问,为什么我不选择富婆,那当然是因为富婆手底下的男人,不止我一个呀,她还喜欢羞辱人,腻了,要脸,不知不觉,眼睛一阵酸涩,我忍下泪意,我无法想象,曾经对我那么好的一个男人,居然这么想我,还记得我们是大学时期在一起的,我一直知道她家的家庭条件。 可能不是很好,但是我不在意,她会因为我痛惊,冒着大雨去给我买药,会因为我不爱吃早餐,所以每天一大早来我楼下送早餐,也会因为我和别的男生多说两句话而吃醋,什么都没变呢,为什么她变了? 这个时候,邓云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,眉头微醋,怎么哭了呢?她伸手想要触碰我的脸颊,却被我躲开,我看着她,感到一阵阵反味恶心。 想到我这段时间,做出的努力和忍气吞声,真为曾经的自己感到不迟,我下定决心说出这句话,分手吧。 她一头雾水,直到看到了手机内容,我头也不回地从她家离开,打车回到了我那富人区的一套房子,其实我没有告诉她,我在这座城市里面也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 我爸妈告诉我要财不外露,否则就会收获不纯洁的感情。 邓云给我疯狂地打电话,她疯认她疯,我吃着薯片追剧,睡前看微信消息时,发现她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,白天的坚强请客瓦解。 这个回答是我写着完的,为了热度而已,你知道的,我这个人对你一直都很好呀,只不过我确实没什么钱罢了,我发誓,你回来吧,好不好,我会一辈子对你好,看着这一条条消息,我的眼泪速速落下,怎么可能是假的呢? 我也想这是假的呀,这些年点点滴滴,我也放不下,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,我还记得前段时间,她妈妈黑着脸问我,这么久了,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? 我们老邓家可是一脉单传,当时我还有点诧异,婚前自然是会做避孕措施的,现在想想被蒙在鼓里的只有我。 我狠下心拉黑了邓云,第二天,我照常去上班,是到一个小区内教孩子弹钢琴,邓云知道我上班的地点,在小区门口读我,在看到她身影的那一刻,我的血液凉了半截,她一改往常温柔的模样,甚至有几分偏执,眼下一片清黑,小刘你跟我回去,不然我每天都来找你。 直到你跟我回去为止,她重重地抓住我的手臂,疼得我眼泪直流,放开我,你在这样我报警了,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对我的。 说着,她就想亲我一口,这是她以前惯用的哄我的方式,此时此刻我却感觉无比恶心,使劲挣扎却没用,突然不远处一道,车灯照到她的脸上,伴有刺耳的鸣笛声,循着声音看去,车舱内坐着的是我的邻居江羽, 我心里涌上几分欣喜,邓云骂骂咧咧咧,按什么按,路这么宽,走别处去,黑色的车子横停在外面跟前,江羽下车,速度极快地将我扯到她身后。 但莫的眸子死死盯着邓云,刚才你的一举一动,全都被我的行车记录一拍下来了,你在纠缠的话就别怪我报警了。 此话一出,邓云的气焰一下就没了,只敢悄悄地瞪她一眼就离开了,我坐上江羽的车,仍然有种惊魂未定的心慌。 这一次算是运气好,如果下一次没有遇到好心人怎么办,谢谢你江羽,如果不是你来的话,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,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,举手之劳而已,之前你把我妈妈带回来的事情,我都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。 对了,这个应该是你前男友吧,作为我的大恩人,如果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,包括但不屑于假装你的男朋友,他的视线很炽热,我忍不住添过头去,我本来和他只是陌生的邻居罢了。 但是一年前,我碰到了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,在街上捡着垃圾吃,浑身散发着酸臭的味道,我有印象,他似乎是邻居的母亲,于是就联系了江羽,此后只要我有麻烦,他都会帮我。 回去之后,我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短信,内容写着,刘圆圆我手上可是有你的裸照,你要是不跟我复合的话,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吧。 这段话,看得我背脊发凉,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我突然万分庆幸,当时在他家的时候,发现他发的帖子,否则的话,我很难想象我下半辈子,会和怎样一个恶魔度过。 我仔细回忆着以前的点点滴滴,他应该是没有机会来拍我的裸照的,我更不可能给他机会,于是我心头落下一记,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,既然他无情,那就别怪我无意,我敲了敲江羽的门,很快就开了,他挑眉一笑,怎么,需要我的帮忙。 之前和江羽闲聊时,谈到过他靠投资起家,对这方面十分精通,我没质疑过,这片小区是富人区,他让我进去做,气氛很自然,并不会有语异性,独处一世的尴尬与局促,本来家丑不可外扬的。 但是,你看到了,前男友纠缠,我希望你能帮我,我需要他帮我找到那种,投资就会亏钱的公司,亏得越多越好,亏到裤衩都不剩。 在一起这些年,在某些方面,我还是很了解邓云的,他对金钱的向往,对权力的崇拜,这些感情都将成为我赐向他的利刃,邓云你玩弄我的感情,那我要你不得翻身。 夜晚,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,并且回复信息,我知道错了,想来想去,还是你对我最好了,我们和好吧。 手机另一头的邓云很快回复了消息,第二天早上,他迫不及待地把我接了回去,对我格外的温柔,和往常一样,就像是之前的那些事情,没有发生一样, 只是这次回来,我格外关注他的一举一动,又看见他在浏览器,搜索投资相关事宜,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,我不能主动提, 于是我让江宇在我洗碗时,给我打个电话,电话如约响起,我满手的水和泡沫不是合接电话,我伸着脖子喊,邓云帮我接一下电话,免提嘞, 看到是个男人,他也警觉地竖起耳朵听,刘云云你,上个月问我,投资的最好时机到了,公司处于上升期, 我惊喜地问,那能赚多少钱呀,江宇爆出了一个数字,让电话旁的邓云,面色有一丝动容,我确定,他动心了,紧接着我常常叹气,故作可惜, 算了吧,江宇哥,我前段时间花了很多钱,拿不出这笔钱了,随后挂断电话,虽然当时邓云没说什么, 但是,接下来几天,他总是对我欲言又止,他终于问出口了,那个投资靠谱不,我向他介绍了江宇的身份,和他的资产, 并且说明,这就是那天,帮我摆脱他的那个,开着价值上千万豪车的男人,邓云立马想起来了,他对车格外敏感,但他仍然怀疑,他为什么帮你,你不会给我戴绿帽吧, 他眼神顿时音质了起来,我把我找回江宇母亲的事情,告诉了他,才打消一律,这几天,他开始计算自己的资产, 但是这笔金额和需要投入的金额,还是有不小的差距,一段时间后,他仍然没有找我问这个事情,应该是觉得投入的资金,实在是太多了, 为了完全打消他的疑虑,我决定寻寻善诱,先给他一点甜头,江宇哥和我说,他手头最近有一个小项目,回报周期快,要不我们不干,那个大的了, 就赚点小钱,可以,你把江宇哥电话给我,接下来这段时间,江宇在我的指示下,推荐给邓云一下汇报周期快的, 很快江宇手上一下子多了几十万,赚钱跟完似的,他在家里坐久了,变形的沙发换了新的,给他妈妈买了金项链和手镯,给他妹妹换了最新款的手机, 儿子真棒,我这就发朋友圈炫耀,让那群红眼并瞧瞧,哥哥那你对我太好了,同学们都可羡慕我了, 说我活得和公主一样,他整天在伽利勒呵呵的,在我耳边叨叨,我现在赚钱可真牛, 我在旁边附和道,对呀,要不我们去问问江宇哥,还有没有这种项目,让他带带我们,他连连点头, 谁不喜欢那种来钱快,成本低的活动呢,电话接通,他抢着和江宇说话,江宇哥谢谢你呀, 多亏了你我一下赚了好多钱,只是我想问问还有没有这种项目呀,这种捡钱式的项目基本上不会出现, 最近是运气太好了,好吧,打扰了,对了之前刘圆圆问我的那个项目, 你们还干不干,不干的话,我找别人了,你们太能拖了,如果不是刘圆圆,对我有恩, 这种项目也不可能分你们一杯羹,他语气极其不耐烦,好像下一秒就要跟我们翻脸一样, 江宇给了我们一段时间考虑,让我们好好想想,不要再耽误他时间, 演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,我在角落里窃笑,晚上邓云开始问我, 小刘,我们可不可以少投资一点钱,大不了就少赚一点, 我故作为难,又假装理解,这怎么行啊,要是拿不出钱就算了, 没关系的,可是市面上最低不都是一百股吗,这么多钱实在拿不出来, 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,我心中一阵窃喜,因为这一笔数字就是我设计的, 为的就是能够让他深陷泥潭,竞争对手多了我们可不得多花点吗, 而且你看上一个项目我们已经赚到钱了,这都是实打实的呀, 你舅舅他们看到阿姨的朋友圈,是不是一下就对你们态度不一样了, 文言,他沉默了,从大学时,我就知道,其实他小时候的家庭条件不好, 也受过不少白眼,骨子里有些自卑,和我在一起之后, 我会给他买昂贵的鞋子,衣服,奢侈品, 我没和他说是我父母给的钱,只说是弹钢琴赚的, 大学毕业之后,他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, 也越来越迷失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,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一夜报复, 他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彩票店里, 如今这一个看似十拿九稳的报复机会, 要他放弃就如同要他命, 我趁机煽风点火,温柔体贴地抱了抱他, 没关系啊,我和江宇哥说我们不投资了吗, 我们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命, 安安分分过我们的小日子就好了, 即便这样,小妹依旧是公主, 阿姨依旧可以过得很好吗, 说完我假意拿起手机拨打江宇的电话, 却被他一把夺了过去, 小刘你别急,这次机会我不会放过的, 我会攒够钱的, 你和江宇哥说一声, 多给点时间, 为了让他因为这一次的投资变卖房产, 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鼓动他四处借钱, 他这个人不喜欢找亲戚借钱, 因为他厌恶了那种白眼, 但我偏要让他再次被侮辱, 我办了一张卡, 里面放了个几万块钱, 把卡塞入他手中, 我语重心长地握住他的手, 泪眼婆娑, 楚楚可怜, 这里是我这段时间的所有积蓄了, 实在是对不起, 之前钱花多了, 没有办法能够帮到你, 既然你想拼搏的话, 那我就陪着你, 无论结局怎么样, 他反握住我的手, 眼神柔和了几分, 该说不说, 他还是有点好骗的, 被我这三两句话哄骗得红了眼眶, 可是这些钱还是杯水车薪啊, 我犹豫片刻, 嘴唇捏如着, 要不你去找你亲戚借点钱, 还有你妈妈应该也有存款, 之前不是说去我的彩礼有十万吗, 我妈好说话, 肯定愿意给我, 只是我那帮亲戚你也不是不知道, 他面露难色, 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省油的灯, 所以你不想让他们看着你飞黄腾达, 让八戒你的样子吗, 他为了借钱, 找遍了亲戚, 甚至同事也借了个遍, 每次回来他灰头土脸, 整个人淹了一样, 小刘, 等我赚到钱了, 我就辞职, 带着我妈远走高飞, 那些看不起我的贱人,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, 我问他是又遭遇了什么事情吗, 他说同事借钱给他了, 但是他帮同事加班了一周, 好几个晚上没睡, 感觉要猝死了, 亲戚也愿意借钱, 但是依旧嘲笑他, 能借的钱基本都借了, 但是也才筹够需要投资钱的一半, 江宇哥打电话过来催, 刘圆圆, 你们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啊, 你们也太慢了吧, 我都不想带你们了, 话音刚落, 我手中的电话被邓云一把网过, 他面容谄媚, 江宇哥再给我一周时间, 钱一定到账, 江宇很果断, 似乎在讨价还价直接就不管我们了, 一周时间还是太涨了, 三天吧, 他犹豫了, 但还是答应了, 电话挂断后, 我明知顾问地问他, 打算从什么地方筹钱, 我们住的这套房不是也还值些钱吗, 虽然我妈不让我卖, 这是我爸留给我们两个的, 但是眼前可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, 我瞒着他就好了, 我的目的达到了, 但是我仍然在心中替他感到不迟, 他的父亲在几年前因为工伤死掉了, 赔偿款买了这套房, 为的就是能够让他以后有一个安身之地, 我让江宇哥把时间压缩到三天, 是因为银行抵押的话, 手续难免会有点长, 但是如果直接把房子卖了的话, 就可以很快筹到钱, 我只需要提前找好买家就可以了, 邓云信房子卖掉之后, 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居住, 但是他们暂时无法拿出这些钱, 于是我找的这个房主, 三个月后才需要房子, 并且允许这段时间有人居住, 邓云对我感激涕零, 你真是我的贵人, 带我赚钱, 还替我找一个这么好的房主, 马上就要到亏钱的时间了, 于是我以工作忙为由, 从邓云那边搬了出来, 我怕他一时气急败坏, 对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, 江宇看见我笑咪咪的, 做出一副欢迎的姿势, 看见你回来就知道要收网了, 你们俩这算是彻底断了吧, 那当然, 害得邓云倾家荡产, 我也没胆子回去, 时间差不多了, 江宇给邓云打了个电话, 略带惋惜, 邓先生很抱歉, 这次我看走眼了, 判断失误, 您的钱打水漂了, 我提前让他开免提, 听听邓云的反应, 他一开始有点猛逼, 完全不在状态, 今天不是愚人节哩, 很抱歉, 我没用开玩笑, 电话对面安静了两秒, 开始怒吼, 什么, 搞笑吧, 我什么都搭进去了, 你就跟我说这个, 肯定是你吞了我的钱, 对不对, 他声嘶力竭, 有点哽咽, 我已经能想象到, 那个男人垂胸顿足的画面了, 实在忍不住,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 笑声全然落入邓云耳朵里, 刘圆圆, 呵呵, 我明白了, 我就说, 这段时间, 你工作怎么突然就忙了,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呀, 你们这对狗男女联合骗我的钱, 我马上就报警, 他哭得声嘶力竭, 还在那念叨什么, 我已经听不清了, 只剩我和江雨笑得前仰后合, 几天后, 我们确实收到了警方的调查, 毕竟金额巨大, 但是我们可是合法公民啊, 邓云抱着警察叔叔的大腿, 一把鼻涕一把泪, 求求您了, 他俩真的联合搞我, 被纠缠了恩赐后, 警察叔叔无奈, 你可能有被害望响证, 我给你挂个精神科, 大愁地抱我深感欣喜, 江雨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, 如果不是他的话, 邓云肯定不会相信, 谢谢你, 今晚上我请你吃饭吧, 他答应了, 当我在手机上挑选吃饭地点时, 邓云给我发来短信, 威胁我, 让我把之前在我身上花的钱, 还给他, 还附带一份账单, 可笑, 就这功夫还威胁我呢, 我果断无事, 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见面, 他西装革履, 额头挂着几滴汗珠, 刘海被风吹成中芬, 倒是有几分成熟男人的味道, 不会是为了见我盛装打扮吧, 一想到这我浑身不自在, 脸颊有点烫, 他将外套脱下, 笑盈盈看着我, 差点迟到了, 好险, 那里堵车了, 我就自己跑过来了, 把车丢给同事了, 天哪, 原来是我想多了, 菜上来后, 我埋头吃饭, 和他基本零交流, 但是接踵而来几个电话, 如同一盆冷水把我浑身浇透了, 刘女士您好, 我孩子不需要您教了, 不好意思, 钢琴课您不需要来了, 刘老师是吧, 你作风不正不适合, 教我孩子, 你不用再来了, 一个贱女人勾搭别人女朋友, 当小三贱不贱了, 居然教我孩子钢琴, 还好机构及时和我说了, 不然我真怕我小孩和你这种人学坏, 我把手机静音, 一堆未接电话我不想管了, 眼泪速速地从脸颊滑落, 在客人们面前落泪真丢人, 我把头埋进碗里, 泪水混合饭菜一起下肚, 我帮你吧,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会被邓云报复, 但是我还是很难接受, 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不良情绪, 第二天我出门买早餐买食物的时候, 大街小巷都挂满了我的裸照, 我站在电线杆前, 盯着一个上面的照片速速落泪, 浑身哭到颤抖, 照片上的女人一丝不挂, 但是我很清楚, 除了这张脸上面, 没有一个部位是属于我的, 下面还配有不堪入目的文字, 刘圆圆身为钢琴教师, 却甘心做三, 每次都发这种不堪入目的照片, 勾引我男朋友, 他把我男朋友的钱骗得一干二净, 败机女还钱, 我才明白, 原来站在邓云身后的富婆出手了, 也对, 不然凭借着邓云这一点本事, 又如何能够闹到机构, 把我的工作全都弄得一团乱呢, 我一边走一边撕我能看到的船单, 每次受到别人一样的目光, 我都感觉心脏好像被蚂蚁, 一点一点啃食, 偶尔有路人认出我, 便对我破口大骂, 甚至还阻止我撕船单, 原来你就是这个小三呢, 你有点做这种事情, 怎么还没练承认呢, 还在这儿销毁证据, 大家快来看了, 原来这就是那个勾引别人丈夫, 还给人家发裸照的女人, 真是一点都不减点, 路过的人对我指指点点, 或者小声嘀咕这些什么, 我迫不及待地, 想要找到一个出口逃离人群, 但眼前的画面突然模糊了起来, 脚步变得虚浮, 下一秒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, 江宇将我拦腰抱起, 色入副驾时, 我捂着脸哭泣不止, 对不起,还是来晚了, 我看到满街的船单, 我就让公司的员工帮忙撕掉了, 但是实在是太多了, 江宇满脸愧疚, 细心安抚着我, 心里总觉得有一点点温暖, 我已经把他当成了, 一个很好的朋友了, 你相信我, 我没有做过上面那些事情, 那个裸照也不是我的, 是屁的, 我抬起满是泪痕的脸, 向这个男人解释, 我信你,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, 我很快会处理好的, 无论是他污蔑你, 还是给你造黄瑶这件事情, 他都会受到法律的, 制裁的, 我需要一段时间, 来调节抑郁的情绪, 在我不出门的时候, 江宇会时不时地, 给我送一些吃的, 顺便来看看我, 生怕我在房间里了结了自己,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爸妈也知道了, 他们两个接连给我打来电话, 询问我的状态, 圆圆,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,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, 尽管跟我们说, 虽然我们远在国外, 但是你知道的, 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钱, 我爸的语气里面难眼心疼, 但是他们的手, 还是很难的, 伸得那么长, 我妈立马插话, 说什么呢老刘, 我已经把机票买好了, 我现在就回国给我们圆圆撑腰, 怎么能够让我们宝贝女儿, 受这样的委屈呢, 我就说呀, 当初就应该让女儿跟着我们一起的, 都是你要让女儿追逐自己的梦想, 现在好了吧, 要是我女儿出了什么事情, 我非得要你的老命, 听着电话里的动静, 我感觉她们两个好像快要打起来了, 突然感觉有股暖流入心田, 鼻子酸酸的, 你们两个就老老实实待在那里, 过段时间我出国, 看你们, 我现在已经想好对策了, 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了, 我强颜欢笑着, 我现在还是有点一头雾水, 但是我不想让她们担心, 在家里已经呆了几天了, 江雨看到我状态好了, 不少于是提出陪我一起出去散散心, 出去晒晒太阳嘛, 不然我怕你在家里呆着都发霉了, 晒太阳可以让人身心舒适哟, 她一边说着, 就拽着我的袖子出去, 我偏着脑袋看她, 身边有在意自己的人还真好, 那我就勉为其难陪她出去玩吧, 本来以为我们就是漫无目的地散步, 没有想到她把我拉到了一个大商场里面, 我听说买买买可以让女孩子心情好, 今天你的所有消费由我买单, 她勾着唇角, 不动声色的, 从身后掏出一只娇艳欲滴的玫瑰, 眉眼温柔, 送给你, 看到她感觉和你很适合, 我捧腹大笑, 心间不可抑制地颤了一下, 我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男人了, 那就谢谢买单的江公子了,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, 客气, 因为我妈妈看你很投缘, 总是念叨你, 所以我要讨好你,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我妈妈吗? 我答应了, 果然包治百病, 我买了很多东西, 走得腿都酸了, 我朝她勾唇一笑, 您破费了, 你知道的, 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, 话音刚落, 我就看见邓云和一个三十出头的美丽贵气女人, 从眼前走过, 举止亲密, 好在他们没看到我, 这女的肯定是那个对付我的富婆, 只见江宇盯着富婆出神, 我拍了拍她, 打趣道, 你们男的都好这口, 不是她是我们公司竞争对手的老婆呀, 文言我眼睛都亮了, 破解之法不就出来了吗? 怎么会有男人, 允许自己头顶一片青青草原呢? 江宇你可真是我的贵人, 那就麻烦你把她的资料给我一份了, 拿到资料后, 我开始仔细谋划该如何反击, 本来我的目标只是邓云, 但是这次这个富婆也别想好过, 我在小红书, 抖音, 微博等个大平台, 把当初我在邓云之呼里的回答, 截图放上, 并声明我就是当事人, 再贴上一些证据, 第一份证据是图片, 是邓云让我还钱的账单, 还有用裸照威胁我的图片, 其中最贵的礼物不到四位数, 最细致的账单是他妈妈包的饺子, 八毛一个, 边上是我的账单, 给他买手机六七千, 买鞋两千, 给他妹妹买平板六千, 第二份证据是我和他妈交涉的录音, 是我假装和邓云和好那段时间录制的, 小刘我看你那个心道的粉底液, 年轻小姑娘都爱用, 我让小妹拿起去了, 还有小妹电脑坏了, 人家学习需要, 我就把你也给他了, 哎呀你做饭, 怎么放辣椒啊, 你不知道我儿子不喜欢吗, 懂不懂嫁机随机, 第三份证据就是那日在商场, 偶遇他和富婆, 我当时拍摄的视频, 二人亲密无间, 在末尾我L邓云的抖音, 和微博的账号, 将与为我买了热搜, 一旦激起, 千层浪, 顿时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, 就连许久没有联系的初中同学, 都打电话来询问, 评论区也慷慨激昂, 草, 这男的真牛逼, 这女的真有钱, 我一个变态看了, 都觉得变态, 黑子们, 又活干了, 死鸭子还嘴硬, 真是在邓云身上, 体现得淋漓尽致, 他也在账号上回应我, 他说我是骗人的, 我根本没钱, 另外还贴出自己卖房的图片, 美其名曰为了让我过上好生活, 但是他太低估我搞垮他的决心了, 我连发薯条微博, 上面有我的成长记录的视频与图片, 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我精通马术, 赛车, 高尔夫, 滑雪等, 这些运动的花销, 不是一个普通家庭, 可以承担得起的, 再加上我车库里豪车, 以衣柜的奢侈品, 实货的一眼就能看出真假, 最重要的是, 结尾附上了我和父母的合照, 我低调他们可不低调, 他们是有名的企业家, 虽常居国外, 但在国内媒体上频繁出现, 评论区疯狂夸赞, 老奴几年前与小姐走散了,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, 小姐姐的父母是出名的慈善家类, 虎父无犬子, 小姐姐肯定是好人, 卧槽, 小姐姐找对象性别别卡, 那么死啊, 如今我也算是大仇的报了, 除了这件事情让我开心之外, 我刷到了另一则热搜, 一个知名企业家与妻子离婚, 而那个妻子就是富婆, 将于开心的不行, 我和她最近在竞标一个项目, 现在因为她妻子的事情, 股票跌得不行了, 她也分身乏术, 我趁虚而入哈哈哈哈, 裸照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, 我就已经有报警了, 只是当时还没有结果, 现在已经调查出来了, 就是富婆和邓云干的, 他们被抓走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, 但是因为热搜的事情, 邓云丢了国企的工作, 外债还一大堆, 将于陪着我到他们居住的房子里, 还没进去呢, 我就看到一旁的邻居, 在外面大声嚷嚷, 实在是太丢人了, 你看看男人不自爱, 就像烂叶菜, 谁说不是呢, 之前看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, 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对人家小姑娘, 他家那个老太婆也是碎嘴, 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, 一直仗着自己儿子是国企的来炫耀, 现在好了吧, 伤恶有报, 我穿过人群敲了敲门, 他们二人看着我非常的不待见, 拿着扫把就要过来打我, 你个丧门星, 还过来干什么, 如果不是你的话, 我儿子会这样吗, 现在工作也没有了, 你给我去死, 他妈一边说着, 一边向我扑了过来, 将于一把抓住扫把, 轻轻推了一把他妈, 他妈跌倒在地上, 邓云见了气势汹汹, 你现在还来干什么, 事情不得如你所愿了吗, 这是我的房子, 我来当然是赶你们出去的, 不然我来干什么, 我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房产证, 你们该滚了, 邓云的事情, 原本都淡忘在我的脑海里, 直到一天,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, 电话那头不出声, 我试探性问了一句, 喂, 姐姐求求你帮帮我们家, 我哥他没钱还债已经跑了, 就留我和我妈了, 我妈已经神志不清了, 我们每天睡在公园长椅上, 以前是我错了, 你帮帮我们好不好, 这是邓云妹妹的声音, 她哭得很大声, 我能从电话里, 听到她妈妈神志不清地, 呢喃, 你这不是还有手机吗, 卖了换点钱, 就好了, 刚想挂断, 我补充道, 对了, 你们的事情关我屁事, 挂断, 睡觉咯, 接着往下看, 丸子将给大家带来一个, 新娘晚上聚焦嫁状, 婆婆怒扇她十个耳光, 看看新娘是如何反击的, 儿子娶媳妇, 准婆婆本想给, 刚进门的儿媳妇历历矩, 可是一番较量下, 儿媳不吃婆婆这一套, 婆婆一怒之下怒杀, 儿媳两巴掌, 谁料儿媳竟还有隐藏身份, 第二天, 婆婆求儿媳原谅自己, 下园祖上三代都是上海本地人, 父母都是事业单位, 从小夏园就是受着高等教育, 夏园的父母本以为, 自家女儿的前途一片明朗, 谁料却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, 犯了马虎, 爸妈, 你们也见过林孙了, 行不行的你们给个态度啊, 夏园看着自家父母, 模棱两可的态度, 简直都快急疯了, 小园, 爸爸明确告诉你, 林孙不适合你, 你们只见了一面, 你们怎么知道不合适, 我只知道他对我好, 包容我, 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就够了, 夏园饭也不吃了, 直接对着自家父母发了脾气, 夏园, 我从小教你的, 就是给长辈发脾气吗, 看着自家女儿越发没有规矩, 夏园的父母头疼得要命, 我看这个林孙就是不行, 你以前多懂事啊,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, 有这么跟父母讲话的吗, 是是是, 你们最有规矩, 你们最高贵, 可是从小到大, 我受够了这种端着的生活, 我就是要跟林孙在一起, 我要跟他结婚, 夏园大喊了一声, 就拿包跑出去了, 夏园的母亲随即头就疼了, 夏园的父亲也是本着脸一言不发, 老夏呀, 你说咱这个闺女可怎么办啊, 这个婚就由着她结吧, 夏园从小生活的环境太好了, 没吃过苦, 没下过力, 轻轻松松就能得到最好的, 她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来说是束缚,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, 她唾手可得的东西,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求不来的, 就比如说是像林森这样的人, 农村出来的, 家里有三个姐姐, 父母都是农民, 就连林森上学的学费, 都是东听西凑的来的, 林森是优秀的, 否则她不可能进得了夏园的圈子, 可是这种优秀, 比比皆是, 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女儿, 嫁一个好人家, 可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, 年轻人的思想, 总归不会轻易受人左右, 夏园的父亲是个见多识广的人, 也是十分了解自家女儿的人, 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去闯一闯, 或许等他真正了解了, 也就死心了, 这天, 双方家长准备见面, 哎呦, 亲家呀, 我都听我儿子, 提起你们好几次了, 今天终于是见面了, 刚一见面, 林森的母亲, 就用亲家二字相衬, 惹得夏园母亲当场就垮了脸, 一个称呼问题就不计较了, 可是在吃饭过程中, 也是惹得十分不痛快, 亲家, 你们家给多少嫁妆啊, 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, 可不能低于三十万, 而且夏园的户口也得过来, 林森的母亲十分不会察言观色, 并没有看出来夏园一家, 早就黑了脸, 妈, 你不知道上海的户口, 有多值钱吗, 要我说呀, 干脆把我们大家的都牵过去, 这样咱就都成上海人了, 林森的二姐开口说着, 这句话简直震碎了, 夏园母亲的三观, 而林森只是在一旁附和着, 从吃饭到现在, 并没有发表什么有效言论, 那让夏园多生几个, 这样就又多几个上海户口了, 一听说上海户口之前, 林森的母亲就变了挂, 直言要让夏园多生几个, 不好意思啊, 我们还有事, 先走了, 夏园的父亲说了一句, 牢两口就把夏园拉走了, 看见了吗, 你睁大眼睛看看清楚吧, 看看这家人是什么样的人家呀, 一出餐厅夏园的母亲, 恨铁不成钢地对着夏园说, 妈, 他们家人没什么文化, 一辈子就窝在那个小乡村里, 可能见识短浅, 你别放在心上, 况且我是跟林森过日子, 我又不是跟他家过日子, 还林森呢, 他是哑巴吗, 他有文化, 他不知道自己家人, 说的话不合适吗, 他制止了吗, 妈, 林森又没干什么, 你说他干什么, 一听说, 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夏园翻了脸, 夏园我告诉你, 有的时候, 一个人不作为也是一种错, 你们就是有偏见, 就是看不起农村人, 你给我闭嘴, 夏园的父亲突然吼了出来, 夏园被吓了一跳, 不敢讲话了, 你不是执意要嫁吗, 没问题, 嫁赚三十万我也给你, 你以后就过你的快乐日子去, 夏园的父亲突然出口, 让夏园受宠若惊, 直言一定会跟林森好好过日子,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,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, 第一, 两年之内别要孩子, 第二, 关于第二件事情, 夏园听完有些疑惑, 爸, 这不是好事吗, 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, 你只管这样做就行了, 夏园只说没问题, 就兴高采烈地跟林森, 计划结婚事宜去了, 老夏, 咱这么做没问题吗, 夏园的爸爸叹了一口气, 没说什么, 很快夏园就把自己父亲交代的事情办妥了, 夏园为了这个婚礼计划了好久, 可是在婚礼将近时, 林森却突然变了卦, 圆圆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这么铺张浪费, 既然是咱们结婚, 就不用请那么多人了, 双方父母吃个饭就算了, 大哥, 这是结婚啊, 一辈子就一次, 我夏园结婚不可能这么凑合, 我不用你管, 我也不用你拿钱, 要是我, 夏园的婚礼这么凑合, 那我朋友的笑话, 死我, 夏园没好气地说, 林森又说了两句, 就关门出去了, 门外, 林森的母亲早就在外面候着呢, 怎么样儿子, 妈的, 这一招不错吧, 他家肯定什么事都好面子, 只要我们不上进来, 他家肯定就着急, 这下好了能省不少钱, 儿子你以后可得听我的, 林森母亲的模样就像是打了胜仗, 一般骄傲, 嗯, 以后都听妈的, 林森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, 从小母亲和姐姐就对他过于进行干涉, 导致他十分没主见, 平日里自己一个人还行, 一旦是家里人掺和进来, 那林森绝对就会被牵着鼻子走,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 这次又因为房子的问题, 有了矛盾, 婚礼前一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, 就等着结婚了, 可是在这个时候, 林森的母亲竟提出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请求, 婚后我要跟你们一起住, 而且林森的姐姐, 如果想住你们, 也必须无条件答应, 这天晚上林森的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, 当即就把夏元的火爆脾气点上来了, 那我也表明我的态度, 不可能, 见夏元这次态度这么硬, 林森的母亲恍惚了一下, 你什么意思啊,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, 我想跟我儿子一起生活有什么错吗, 那我爸妈还只有我一个女儿呢, 林森没好气地说着, 宝宝, 你别生气, 我妈也没什么别的意思, 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, 我家情况你也知道, 我不能只管我自己过好日子啊, 你肯定也不想自家老公不孝顺吧, 林森低着头说着, 那模样别提多可怜了, 林森的母亲文言瞬间懂了儿子的意思, 是阿姨不好, 小夏你别往心里去, 说了这么一句话, 就起身抹着眼泪回房间了, 妥妥的一个受害者样子, 夏元气的脸都白了, 你们母子俩是什么意思啊,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我, 别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子上, 不跟父母一起生活是我的底线, 我每个月多给你妈一千块钱都行, 但是跟我们一起住, 不可能, 夏元对着林森发了一通脾气之后, 就进门了, 林森没想到夏元这次的态度这么坚决, 夏元从小的生活条件太好了, 他喜欢自由不想自己被束缚, 对于夏元来说, 跟父母一起住他就没有了自由, 这种日子不是他想要的,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, 夏元貌似有点理解, 当初自己的父亲, 给自己提的第二个条件了, 只是夏元这个人要面子, 自己圈子里的人非富即贵, 本来自己决定要嫁给林森, 就已经够遭人非议的了, 如今洗铁都已经发下去了, 现在反悔怕事的要让别人笑掉大牙, 夏元咬咬牙决定让这件事情翻篇, 婚礼照常举行, 婚礼那天可谓是十分热闹, 夏元的朋友都是一些见过世面的人, 还是比较沉稳的, 可是林森家的亲戚就不一样了, 哎,你有没有对象啊, 你快看看我家闺女行不行, 这个东西一看就不便宜, 快去问问婚礼结束后能不能带走, 快,这个贵,别拿筷子了, 小孩子的手不脏, 直接上手抓, 一场婚礼下来夏元的脸, 算是丢尽了, 本来婚礼这天, 是对于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一天, 可是夏元觉得这一天, 是自己这二十多年最丢人的一天, 憋了一肚子, 火受了一整天的泪, 本来一位婚礼结束之后, 自己能好好休息,休息, 可是夏元连鞋还没脱, 自己的婆婆就敲响了卧室门, 妈,怎么了妈? 夏元一脸疲惫地说, 今天是你进门第一天, 按照我们的规矩, 这天你必须要把你全部的嫁妆上交, 夏元一听头都大了, 嫁妆是我爸妈给我的, 不是给林森的, 更不是给你们家的, 进了家门就守我们家的规矩, 你不让我跟你一起生活就算了, 今天这个嫁妆你必须给我交, 婆婆一下就翻了脸, 见夏元死不松口, 婆婆对着夏元的脸就是两巴掌, 夏元哪受过这种委屈, 当即就还手了, 丝毫没顾及她长辈的身份, 林森一看自己亲妈动手了, 当即就不愿意了, 埋怨起夏元来, 啪,夏元反手, 又扇了林森一巴掌, 从小到大我爸妈, 都没打过我, 你们有什么资格打我欺负我, 我好说话, 不给你们计较, 不代表我夏元没脾气, 在婚礼上, 你们给我丢人, 干那些不要脸的事, 我就不给你们计较了, 现在还想要我嫁妆, 我告诉你们不可能, 今天我挨了两巴掌, 那这个后果你们自己承担, 我要离婚, 一看夏元真生气了林森立马去哄, 拿开你的脏手, 我如今也算是看清你的面目了, 我保证, 这一辈子跟我夏元在一起的时候, 是你最成功的时候, 当晚夏元就收拾东西回家了, 看到自家女儿拖着行李箱, 红着眼睛回来, 夏元的爸爸没多说一句话, 就拨通了电话, 都辞了吧, 之前夏元的父亲, 给夏元提的第二个条件, 就是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, 给林森的亲戚安排工作, 一方面世上好看,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发生这种事实, 自己不至于吃闷亏, 一夜之间, 林森的亲戚, 包括林森自己, 全都失业了, 同时夏元的父亲, 也找人把林森从婚房里撵了出去, 自己的儿媳妇, 是自家家人背后的大老板这一点, 林森的母亲, 怎么也没想到, 隔天就买着不少东西来赔礼道歉, 可是夏家的保姆们都没让他进, 崩溃直言, 人才两空, 当天林森就收到了离婚协议书, 从那个时候林森也明白了一个道理, 只要夏元不想, 那林森这种人, 连夏元的脚都摸不到, 给脸不要脸的下场, 就是人才两空, 自己就由自取的后果, 他必须自己承担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